我負責拯救地球 很興奮 穿著這些裝備和這些怪物對峙 追逐那些全部恐想 怪獸擒到你的車頭 你避開他,他會打破你的車頭玻璃 我們沒有前科 我們作為科幻片 所以你出來的畫面 根本不能達到我們要的水平 然後他們就很灰心 這是猶豫的 算是古衣服給我,我用的信心 某程度上我們都很合適 因為它本身的收藏很多 你在2008年去看的時候 你已經去到它的倉庫看著它的駕駛 反而就是看完就看了 我們不是這些 我們在想的東西其實已經是跟向軍方 軍隊的未來發展 我們基本上沒有跟到那個潮流 我們是跟自己的 每天開工要有三個小時去處理這個造型 吞爛臉、吞凹凸感、雙架牙、做巴痕、紋身、紋頸 很多軍人的紋身 雙架頭最辛苦 因為它是重的 還有很多一大束 每天這樣承受都很累 場地又沙塵滾滾 影響到血管不流通 生頭瘡 回到來都搞了一些 聽到很多朋友的查理藥膏 看看醫生 都搞了很久 原本是 黑哥是空戰部隊的其中一個隊員 但是他因爲一些誤會和故事 他們在故事中有爭執 最後就離開了空戰部隊 但是他離開了之後 其實他是回到Biso區 跟一些平民一起生活 他又要賣CD 其實是一個電影癡 很多對白都是電影橋段的對白 他跟別人介紹一套電影 叫做《天外奪命花》 《天外奪命花》 很多年前的一套外國的科幻片 我覺得都很像背景 我們的故事中 都是說有一個植物 來了這個地球 就是臨上車之前說 地球人輸了 地球人輸了 對 我覺得設合在這個故事中 都很貼切 而且都有一個象徵 有些寓意 因為這套是一套外國的科幻片 很久 其實他們到了今時今日 科幻的成熟度已經很高 我也覺得我們這套 可能將來有一天來拍 我們拍一明的戰記 就是看到明的戰記 因為這也是科幻片的開始 其實當初設計的城市 結構是來自香港 黑哥其實入了一場戲 又被追 一路要在十分鐘或十五分鐘 要去到我們目的地 其實在這條公路最似的 原來是由九龍城開始 繞道一直去到都未夠長 加上香港東區走下去 其實把兩個不同的天橋聯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試過在香港拍過一次 看看過程經過什麼大廈 類似的大廈出現過 盡量我們都想用一些香港 一些比較特色的 即是我們香港特有的一些建築 放進去過程經過的地方 這個大部分都是對著陸部景 或者空氣港對白 導演都有設計了一些 之前用一些動畫 給我們看這場戲的大概是怎樣發生 那個橋段是怎樣 那個氣鬼去到哪裡 所以就算幾個演員在車上 空相片的畫面都是一樣 都是一致的 我們是沒有前科的 我們作為做科幻片 所有的細節其實我們是沒有的 我們是要想出來的 是由白紙來的 例如黑哥那場戲 其實原先希望可以很幻想 很簡單 我們來找一個真車 覺得很難 我們現在找到真車 我們已經做到裝甲車會動 大家可以在這場戲真的拍攝 其實上到公路 讓你租到一個地方 讓你拍攝 根本都做不到車速 跟著其實演員都很危險 因為很多 它不能開得那麼快 你開不到速度 其實他們有那種信心去做 但車的5噸怎麼開到呢 變成你出來的畫面 根本都不能達到我們要的水平 跟著變成你很灰心 在一個月內立即搭建一個雲台 雲台就是可以令到黑哥可以在駕駛上 去駕駛的時候有那種反應 那個雲台真的很好 很棒 一個機動 所有路程的反應都出來了 所以你會覺得這部電影的感覺是 你會不斷面對困難 然後就要不斷 好像他的故事裡面這樣說 我們一定要走下去 一路面對困難解決 走下去 每次去拆解到這些問題很開心 希望有自己香港特色的一個機械和裝甲片 中國傳說中的《山海經》一些名字 設計了其中兩部怪獸 一部叫做《窮騎》 在《山海經》裡面說的是 他懂得聽人說話 懂得聽人話 但不會分是非 就像機械人一樣 在故事裡面 其實他們選取的就是 我收指令 我不會分辨 不會分辨 太來這班是好人的 他只知道要阻止他們 或者要殺了他們 亦都令到他的動態 像野獸多些 即不是那麼像一個 駕駛的人類 另外就是《迎天》 所以《迎天》也是一個戰神 相對防衛力很大 火力很強 我們當初說到潘多拉尼的時候 其實他本身是會敷出一些蛋 潘多拉尼是一個生物科的植物 所以那些怪獸 我們要計算出來 其實他是一個怪獸 但又不想是純粹 好像我們見開的 一般以前看過 荷里活的形象 植物和昆蟲基本上是比較合理的 在生態上 昆蟲 所以其實他是用很多種昆蟲 合併在一起 其實是真昆蟲合併 我們如果要和荷里活比 這個作者難免 這件事你成立了 令到大家的信心大了 嘩 這樣也行嗎 即是越來越拉近 我覺得全世界都在留意我們的進步 作為香港電影 其實這一部 踏播了 其實是可以令到大家 去考慮多了 其實科幻電影 絕對可以在香港發生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